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单位一直喜欢用亲笔信表达自己的谢意 给粉丝写过 给团队里的工作人员写过 也给好友写过 除了热爱却亲笔信 国际单位还很喜欢送别人礼物 但凡帮助过国际单位的人都得到过国际单位精心准备的豪华大礼 可是网络上最近就因为国际单位送礼物的事情闹出不好的言诺 被网友热情里提及的爱忧亲自下场回复帅气的打脸恶评 事情起因是前不久国际单位的十周年纪念演唱会上 人气女团TWICE受邀前来站台帮场 国际单位为了向辛苦来帮忙的妹妹们表达谢意 给成员们都送了一份礼物 早前帮助国际单位站台的艺人 我们都有收到过国际单位的礼物 全震荣还收到过国际单位送的一箱少酒 国际单位真的是很大方用心的爱豆 演唱会上面并没有提到礼物具体是什么 但是TWICE的成员纳脸在直播上说出来了 提到国际单位送给成员伟人一部苹果手机 但是因为纳脸自己原本就用的这款手机 就改送他一名牌戒指和一双鞋子 国际单位的大手笔让很多粉丝惊讶 对帮助过他的人都以拥权相同 这种大方的性格也是他在圈子里 人缘特别好的主要原因 第二成员育兵是国际单位的粉丝 一直很喜欢他之前还去了国际单位的演唱会 给他加油助威 玉宾近日翻唱 国际单位的一首歌并且录着好视频 发布到他的个人网站上面 配文终于是地演唱 我国际单位前辈的双腿之间 消息发出去之后 也来了一个网友的恶评 网友问玉宾是否知道 国际单位给他脸送了贵重的礼物 还说国际单位只喜欢有人气的人 玉宾并不是有人气的 所以打起精神做别的事吧 玉宾也是一个艺人 人气没有很高是事实 但是这个网友的评论也有一些过分了 更何况这个网友还擅自揣测国际单位的意思 让作为国际单位粉丝的玉宾受到很大的冲击 玉宾下场回复说 自己喜欢国际单位 是因为喜欢所以翻唱他的歌 其他都没有关系 紧接着爱忧 也下场回复了玉宾 发了一个点赞和爱心的表情 赞赏玉宾唱得好 还送上了一个小星星 不得不说国际单位这个举动实在是太暖了 情商是真的高 不说一言就打脸了恶评 网友纷纷点赞国际单位的做法 在奇帅气 国际单位的性格很好 和圈内很多知名音乐人都有合作 在一种热烈风格的女偶像中 国际单位的青春风格独树一致 再加上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棒 以及极具特色的三段高音 这一切都让国际单位的事业越来越顺 娱乐圈更新换代很快 如果想一直保持着高人气的话 加强实力是最重要的 国际单位内功扎实 经常在小剧场上面锻炼自己 除了要加强实力 提升圈内人员和路人员也很重要 在这方面国际单位一直都做得不错 亲笔信也好 礼物也好 都是提升好感的好方法 所以他这么火都是有缘由的 你们觉得国际单位这个下场 打脸色评的做法怎么样